面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麦奇一家戴上头套 准备将杰杰的家里洗洁一空 他们特意挑了个杰杰不在家的时间行动的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所以门锁什么的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在麦奇一家进入杰杰的家中后 杰杰的妻子小红还有小杰杰都发现杰杰一家 但是麦奇一很快的速度将他们两个打晕了 好了家人们他们已经晕了过去 我们赶紧拿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离开这个地方 麦奇将杰杰家里面全部值钱的部分都拿走了 拿完值钱的东西后 他们就逃离了杰杰的房子 到了晚上之后杰杰下班了 但是他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 爱妈呀工作一天真的是累死我了 很久没有见到家人们了 平时总是加班都好久没有回家了 不对啊一般我回来的时候 小杰杰都会在窗户那里朝我招手的 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奇怪 那就是为什么我家的大门为什么是打开的 我感觉有一点不对劲 先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而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小红躺在地板上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起来好像小红被人拖袭晕了过去 小杰杰也是这样 难道说是有人闯进了我家的房子吗 不行我现在就要赶紧呼叫救护车 将我的家人们送到医院里面去 要不然他们会有危险的 救护车嘛快点过来这里需要帮助 杰杰家人被送进医院后 我一定要找出凶手是谁 并且我不会放过他的 我要那个凶手付出代价 幸运的是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我的家人们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危险 这群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不仅将我家里的东西拿走了 居然还伤害我的家人们 怎么医生还没来啊 太好了你终于来了医生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不会出事吧 放心吧 姐姐警官他们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但是他们还需要时间恢复 醒过来的话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谢谢你对他们的照顾 我现在要去调查一下找到凶手 干这些坏事的人 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将他们抓起来 实在是太可恶了 出事地点就是我的房子 现在我要进去看看案件的发展 希望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似乎我的那些警员已经开始进去调查线索了 也不知道他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下午好警官 我们已经将你的房子给封锁了 正在调查你的房子里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吗 可以找得到那个凶手部 警官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进去看看 好吧那我就亲自检查一下房子 让我看看这个罪犯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这里有很多的奇怪的武器 并且有很多不属于我家里面的东西 我需要将他们隔离起来带回警局 然后好好检查一下 这些武器上面肯定会有那些罪犯的指纹 带回去让鉴定科的人好好研究一下 好的警官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这把枪也不属于我的家里面 也要圈起来重点研究一下 这些地方我全部都做了编号 到时候你们收集起来也更加的方便 放心吧警官我们回头肯定全部都收集起来 并且我还派人调查了你的邻居 看看你的邻居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没错你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做法 要是有人看到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线索的话 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这些很有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放心吧警官我们不会放过每一个蛛丝马迹的 他们还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证据 我相信这些东西足以帮助我们调查出来这些人的身份 放心 尽管我们肯定会调查出谁盗窃了你的房子 还有偷袭了你的家人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你说的没错 他们是逃脱不了正义的制裁 我也会尽全力将他们抓起来的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四条线索 我们还需要在四处找找还 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等等那张照片是什么东西 这个上面不是麦奇的妻子小花的照片吗 难道说是麦奇将这个照片掉在了这里吗 警官这个真的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我们需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给你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 好吧 警官这个确实是小花的照片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抢劫的时候 不小心掉落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很有研究价值 所以我也要将它给圈起来 我们绝不可以让那些坏人逍遥法外 有了这张照片 我想我们就可以到麦奇家里面询问一下 看看他们是否参与了这起犯罪事件 好主意警官 我们现在就去麦奇家里面去调查一下他们 好吧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两个现在一起去麦奇家里面调查一下 坐我的车子吧 我们直接开车到麦奇的家里去 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和他们有关 这里就是麦奇的房子了 看起来麦奇的妻子刚刚回家 我们需要将一切都给拍下来 这样才可以作为证据 并且我发现他们好像一家人都在房子里面 我们必须要等到他们离开房子后再进去调查 警官我们必须悄悄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可以随意的闯进别人的房子 没错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悄悄的进去不会打扰到任何人 调查完毕后我们就离开 所以我们需要等到晚上才可以 晚上的时候他们应该会离开房子的 很好现在天已经变黑了 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要离开房子 好了他们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晚他们还要出来呢 并且他们还带着一个头头 好吧他们果然有猫腻 我就知道和他们有关系 现在我们一定要去他家里面去看他 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说的没错警官 我觉得他们的行为确实很可疑 我们要看看他的妻子小花有没有睡着 这就必须潜入到麦琪的家里面去 要是他睡着了的话 我想我们敲门的话他应该是没有反应的 好吧看起来他好像真的是睡着了 我们只有从这个窗户进入他的家里面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小声的做 要不然会将小花给吵醒的 当然也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 放心吧警官 我保证不会发出一点声音 就让我们赶紧调查一下 他们是不是盗窃了你的房子 并且伤害了你的家人们 没事小花已经睡着了 我们只需要小点声就好了 很好这里就是第一条线索 他们家里面不仅有这些面罩 还有手枪 就和我家里面的和麦琪刚刚带的一样 看看下一个房间 哦这个房间居然被锁了起来 我觉得这个房间很可疑 我们必须调查一下 但是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下 麦琪的妻子已经睡着了 这里是这一层的最后一个房间了 我想他应该就在这个里面了 小点声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 看起来他好像是睡着了 我们过去确认一下 警官他这个样子看起来不像是假装的 应该是真的睡着了 我们可以放心做我们的事情了 好了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他已经睡着了 那么我们就下楼将那个房间给打开吧 我相信里面肯定会有什么东西 或许里面就是证据 我需要将这个锁给打开 好的警官在你开锁的时候 我会帮你看着周围的 好了现在这个锁已经被打开了 是时候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了 果然我就知道是他 麦奇一家从我家里将全部东西都给拿走了 并且将这些东西全部都锁在他家的房间里面 我需要拍一张照片将这一切都给记录下来 警官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了是麦奇一家干的 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可以逮捕他的妻子 并且审问一下他 是的你说的没错 趁着他现在还在睡觉 我们现在就可以将他给逮捕起来 我们抓紧时间去房间里面 要不然待会他醒了过来就不好了 等等我们走之前没有关门吗 放心吧警官 他就一个人 我们会很轻易将他给逮捕起来的 哦大师不好 为什么小花不在房间里面 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难道说他是发现了我们吗 我不好 我的头真的好痛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会在一个笼子里面 我记得我刚刚在小花的房间里面呢 噁不对这是什么声音 这到底是谁干的 是小花偷袭了我们两个吗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可恶 现在我被关在了笼子里面根本就帮不了你 等我想个办法拯救你 哦不好看起来小花已经过来了 你在做什么快点将我们给放走 你现在是在犯罪知道吗 你是在隔断绳子吗 这样会伤害到他的 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 你真的太可恶了 你就好好地待在这里吧 要是你不老实的话 你的下场就和他一样 不行我要想个办法离开这里 并且我要为我的伙伴报仇 现在麦奇一家所犯下的罪行更严重 不仅仅是盗窃我家里面的东西 他还伤害了我们 我必须要想个办法离开这里才可以 然后将麦奇一家全部都给抓起来 现在我要将这个笼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收集起来 也许这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离开这里 好吧看起来这里有很多的木头 然后好像还有打火石 我可以收集沙子和火药 赶紧将这个地方的东西全部都给收集起来 然后利用它们来制作一个TNT 到时候被他发现我在做什么就完蛋了 很好接下来我要利用这些木头来制作一个工作台 然后再将这里面全部的火药都给收集起来 制作一个TNT出来 这样我就可以将这个笼子给炸掉了 很好现在我这里有沙子和火药 是时候开始制作TNT了 一切准备就绪 是时候该点燃这个TNT逃离这里了 看起来有点可怕 希望这个TNT不要将我给炸伤 很好我终于将这个地方炸开了 是时候该逃离这里了 他听到这个声音应该会进来查看情况 现在我要绕到他的背后将他积晕 他居然伤害了我的火蛋 我一定要将他逮捕起来 很好接下来我需要赶紧找到我的东西 将小花给烤起来 要不然等他醒了之后可就不好了 我想我的东西应该在楼上的某个地方 小花应该酒精他们放在了某个箱子里面 太好了终于找到我的这些东西了 麦奇和他的家人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一定要为我的搭档报仇 然后将他们全部都给抓起来 幸好我已经抓到了一个嫌疑人小花 现在我要将他抓起来并且送到警局里面 然后再拍几张照片作为证据 将案发现场还有嫌疑人都要拍进照片里面去 很好现在我可以报警封锁这个房子 并且让警察们将这里彻底检查一遍 太好了大家现在都知道麦奇是罪犯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将麦奇给找到并且抓起来 而这是怎么回事 你居然没有出事 刚刚熔岩下方附近有一个小洞 所以我才活了下来 刚刚警察们进来将我给救了出来 那实在是太好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小花给抓了起来 接下来我们该去处理他的家人们了 我们接到消息说有人在附近看到小麦奇的身影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去找他吧 小麦奇几乎参与了所有的犯罪计划 是让我相信他就在这附近 我们不可以让他逍遥法外 快点将你的糖果给我要不然我就开枪了 那是小麦奇的声音 果然他又在干坏事 我们赶紧将他逮捕 黑小麦奇你之前和麦奇一起做的事都被我们发现了 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喂等等不要开枪我投降 我愿意将我的武器交出来 好的还不错 看来你还挺配合的 我们会将你送往警局 然后你会和你的家人一起被审判 现在赶紧面朝着墙壁 我会将你给抓起来 你现在还小不应该做这么多的坏事呢 好吧我知道了 以后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那你现在赶紧和我们到车上去 你知道你的父亲麦奇在什么地方吗 我当然知道 姐姐警官你确定我们可以相信小麦奇的话吗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毕竟就只剩下麦奇一个人了 黑等等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好吧我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帮上你的吗 快过来我们可能需要你的这身衣服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好的伪装 我们正在执行任务逮捕犯人 好吧我很乐意配合你们 这个披萨也给你们 那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那我就先走了 祝你们任务顺利 好的你可以离开了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订购披萨吗 我也不知道 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看看麦奇在不在家里 好吧祝你好运 我就在房子外面 有需要你就喊我 好了现在我要伪装成为外卖员 然后偷偷潜入麦奇的家里面 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希望不要被麦奇发现 恶不对难道说这里面并没有人吗 不行我再敲下门试下 非有人在家吗 我是外卖员 是谁在敲门 不知道这里很忙吗 我是外卖员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房子 这里订购了披萨的 好吧你将披萨放在桌子上面就可以离开了 好的我现在就将披萨放进去 我具体要将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随便放什么地方 放好了就赶紧离开 但是这里有很多楼下根本放不下 那就将剩下的放到楼上去 好的是那个人让我去到楼上的 先将楼下全部铺满披萨 剩下的我就将它放到楼上去 让我再检查一下厨房 这个地方的坏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感觉腿有点发抖 要是他们将我给关起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我想我要去二楼找一下麦奇 希望麦奇就在二楼的某个房间 可以你们知道你们的boss在什么地方吗 他订购的披萨到了 这里就一扇门 你觉得还会在什么地方 太好了现在我可以去找麦奇了 你好你订购的披萨到了 我是给你来送披萨的 好的是我这里订购的 你将它拿过来就好了 收好您的披萨 要是你喜欢的话 以后还可以继续订购 那真的谢谢你了 这是给你的小费 真的非常感谢你 哇你居然给这么多的小费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没事的你将披萨送来也非常的辛苦 就当做给你的报酬吧 太好了麦奇似乎并没有将我给认出来 但是我已经成功将他的办公室找到了 现在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全逃脱这个地方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再说 很好一切都很顺利 是时候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麦奇是在这个里面吗 没错麦奇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并且我伪装的很完美 他们什么都没有意识到 现在我要换上我的警服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那里面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全部拿下 好了姐姐警官我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赶紧将这个坏蛋给拿下吧 好的士兵现在就让我们朝着这个里面进攻吧 你准备好了吗 待会我朝着里面丢烟雾弹 等到烟雾弥漫的时候我们就冲进去 在这里再设置一个炸弹将大门给打开 我们不可以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机会 好了快点随我冲锋 让我们赶紧将这些强盗给消灭掉 很好一切事情都解决掉了 是时候该去楼上将麦奇给抓住 麦奇应该就在这扇大门的后面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利用炸弹破门 然后丢几个烟雾弹迷惑他的视线 我相信里面的劫肥肯定会扛不住的 麦奇快点出来 这次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赶紧放下武器投降 你的同伙也就是你的家人们已经被我给抓住了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了 好吧 姐姐进警官我放弃抵抗 很好你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现在和我们一起回到警局去吧 你需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们几个实在是太可恶了 如今抢劫了我家还将我的家人给打伤 现在你们要为此做很久的了 我们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这些照片都可以证明你们犯了罪 就等着被审判吧 姐姐警官你干得太漂亮了 当然了所有坏人都应该被抓进监狱 今天我有个非常有趣的计划 小朋友们猜猜是什么计划 是的我想要捉弄麦琪 我会把麦琪困在这个小世界里 但是我必须想个办法 现在麦琪好像在二楼看动画片 她应该很快就会下来 被麦琪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好主意姐姐我刚刚看完动画片 是时候出去放松一下了 等一下麦琪快看这里有一个转换器 上面写着用一颗墨影珍珠可以换64颗钻石 听我说麦琪我觉得这是个很划算的交易 当麦琪放进去一颗墨影珍珠的时候 然后麦琪就会变小被困在这个罐子里面 我希望麦琪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陷阱 快来麦琪别在那里挖胡萝卜 等一下姐姐 你没有看见我现在很忙吗 好吧这些胡萝卜应该够了叫我干嘛姐姐 你没有看见那个机器吗麦琪 如果你放进去一颗墨影珍珠 然后你就会得到64颗钻石 听起来很有趣姐姐 是的麦琪我觉得值得一试 可惜我没有墨影珍珠你可以借我一颗吗 对不起姐姐我只有一颗墨影珍珠 所以我想自己用它换走64颗钻石 我很高兴我有一颗墨影珍珠 我一直留着它我就知道我会用到它 哈哈你中极了麦琪 我没想到你真的很选择交换 在我看来这明显是一个陷阱 快点放我出去姐姐 你实在是太可恶了 你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 其实我早就计划好了麦琪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小世界 什么小世界 不用担心麦琪你一定会喜欢的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姐姐 等我出来我一定会报复你的 哈哈等你出来再说麦琪 快放我出去这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氧气了 等等姐姐再不放我出去我就要窒息了 而且不要摇晃这个棍子 我快要吐了 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姐姐 不要急麦琪我马上就会放你出去的 那就快点姐姐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小世界 好吧姐姐这个地方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你想要对我做什么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召我困在这个小世界里面 你是不是有在搞什么恶格剧 哈哈麦琪你现在必须在这个小世界里面生存 只要你生存的时间越长 那么你就会长大 不过在我看来 我应该给你加点生存的难度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 你是在做什么誓言吗 不用担心麦琪 你只需要努力活下去就行了 因为这是你唯一可以变回原样的办法 哈哈我觉得这一定会非常有趣 谁叫你老是偷吃我的冰淇淋 所以我要狠狠地报复你 我现在要倒一桶连浆在这个小世界里面 不要这么做姐姐 所以麦琪你现在该如何应对 等等姐姐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这么做真的是因为我偷吃了你的冰淇淋吗 哈哈麦琪随便你怎么想 快点把我变回去姐姐 哦天呐 你竟然真的把岩浆倒在了我的身上 所以麦琪你现在必须想办法活下去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难倒我吗姐姐 我可以很轻易地摆脱这个困境 我可以跳出这片岩浆池 哈哈这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容易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你不会想要再将一桶水倒在我的身上吧 怎么会这样 你是怎么做到的麦琪 说实话这实在是太轻松了姐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麦琪 我记得你不是总是喜欢抱怨和哭的吗 哼姐姐你这是在嫉妒我的强大 你可以使用任何招数 但是你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好吧麦琪你刚刚问我下一步做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要用稿子挖掉这个小世界里的土地 你实在是太可恶了姐姐 我现在非常讨厌你 怎么了麦琪等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我竟然帮你挖出了钻石 哈哈太好了 谢谢你姐姐 有了这些钻石 我就可以更加快速的发展壮大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可能会花很长时间 寻找这么稀奇的资源 所以我还要再谢谢你姐姐 麦琪的运气太好了 我本来想要给她点教训 竟然误打误撞还帮了她 别笑了麦琪我希望你等一会儿还笑得出来 好吧无所谓了就当帮你吧 我现在准备做点别的事来捉弄你 但是我还没想出来 对了你好像还没有食物 所以我给你一个大苹果 我知道你对苹果过敏 所以你不能吃 哈哈这确实是一个好计法 嘿麦琪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哦天呐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实在是太爱了啦 不过你好像犯了一个小错误姐姐 你在说什么麦琪 其实我是对力过敏而不是苹果 哈哈所以我要谢谢你给我食物 你真的应该看看你现在的表情姐姐 别高兴的太早麦琪 你脸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姐姐 我竟然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应该没有记错啊 你说过你不能吃苹果 嗯等等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吃苹果 哈哈姐姐现在记起来已经晚了 所以我是真的记混淆了 这绝对是我犯过最大的错误 我希望这个苹果不仅不甜还是酸的 别做梦了姐姐 这个苹果很美味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个苹果 我现在想去挖我的钻石了 哈哈再次谢谢你的帮助姐姐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想办法来干扰我 哈哈麦琪你说的没错 我要将铁柱放满这个大坑里面 所以让我们看看你这次该如何应对 看来你已经害怕了麦琪 你刚刚不是笑得很开心吗 你想多了姐姐 因为你的捣乱 这让我更想笑了 你想说什么麦琪 谢谢你再一次帮了我姐姐 我现在又得到了大量的铁块 你现在应该已经挤得剁脚了吧 不仅帮我找到了钻石 然后又给我了这么多的铁块 我不好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你不是应该阻止我的发展壮大吗 姐姐 我已经受够你了麦琪 我现在要把一桶水倒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看看你在水中任何活下去 你是不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姐姐 我是只乌龟为什么不会游泳 谢谢你姐姐我已经拿到钻石了 我都差点忘记你是乌龟了麦琪 但是我还是不想让你得到其余的钻石和铁块 嗯等等我已经想到下一步的计划 我猜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真的吗 姐姐 我还是会往这个大坑里面倒水 但是不是普通的水池 因为我还要在里面放几条鲨鱼 你根本不知道找到这些小型的鲨鱼有多难 等等麦琪你是什么时候建造出一栋房子 被你发现了 姐姐 不是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木头和玻璃的 这是个秘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虽然这个房子看起来很简陋 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出你很惊讶 A麦琪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有工作台和熔炉了吗 是的姐姐我想看看你创造的水池 并且看看里面的鲨鱼藏什么样 快看姐姐你确定这些鲨鱼不是玩具吗 你在说什么麦琪 你没看到他们不会动吗 你是不是被卖这种鲨鱼的人骗了 说实话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些鲨鱼的时候 我真的被吓到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睡觉 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 如果真的是玩具的话就更有趣了麦琪 不过现在你已经无法得到那些钻石和铁块了 不管这些鲨鱼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根本没有勇气跳进水眼 那可不一定要姐姐 或许我可以跳到这些鲨鱼的身上 所以你真的要试一下吗麦琪 我觉得还是算了 因为我觉得不是就只有这里 才有这些宝贵的资源 我可以看得出来你还是很害怕麦琪 哈哈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 也许这些鲨鱼已经吃饱了 现在不饿 等一下麦琪你在做什么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这很容易姐姐 因为我们总是会使用这种方法 获得喝药食 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办法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鲨鱼会不会吃掉我了 因为它们全都会被熔岩消灭 我很喜欢看到你又一次失败的表情 你竟然可以想到这个办法 就算是我也想不到 哈哈姐姐 这就说明我比你更聪明 不要高兴的太早麦琪 这其实只是我准备的所有测试中的一个 现在我终于有这些宝贵的资源了 并且还得到了一些烤鱼 我实在是太聪明了 听我说姐姐 我希望你早点明白 你是根本无法打败我的 哈哈而且你还一直在帮助我 等我出去我一定会狠狠的报复你 等等麦琪你是从哪里得到钻石块 这是个秘密姐姐 嘿麦琪你真的觉得我打败不了你吗 是的呢姐姐 就让你再嚣张一会儿 因为我还有一个计划 所以请稍微等一会儿 我就知道你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计划 小朋友们觉得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打败麦琪 我等这一天等得真是太久了 我终于可以出去度假了 哇真的太开心了 麦琪这个家伙这是在干嘛呢 听他说他要去度假 这看起来不像是度假呀 他带了这么多东西出去 是不是要搬往另外一个地方 麦琪这是打算要离开我吗 打算要搬往别的村庄居住吗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奇怪 但是我必须得捉弄麦琪 因为今天好不容易是一个休息天 麦琪现在已经触发了 我得及时的跟上他 麦琪会不会自己在外面新建了一个庇护所 我想应该是不会的 他没有那么多的钻石 看来我准备的小摩托车早晚是会用上的 今天就用上了 骑上我的小摩托去追上麦琪 我相信麦琪他一定不会跑太远 因为他对于这附近的道路 根本都不太熟悉 也许他就在我们之前露营的那个森林里面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到麦琪 朋友们快看 我发现麦琪的货车停在了这附近 我们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正在卸下他的装备 难道他所谓的露营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吗 这看起来有一点不可思议啊 他一个人怎么敢露营呢 我必须要小心一点防止麦琪发现我 麦琪出来玩竟然不叫我 那我必须得惩治一下麦琪 让麦琪知道一下出去玩不带我的后悟 好吧 果然让我猜对了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露营的地方 麦琪选择了这个地方 并且自己在这里休假 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惩治一下麦琪 终于收拾好了 今天真是太热了 我需要下到河里面留一个泳 这个凉爽的河里面一定会非常的舒服 Oh my God 待在户外的河里面真的太舒服了 好吧 既然麦琪下河游泳了 我的第一个恶作剧也可以诞生了 我这里有一个遥控控制的鱼鳍 可以把它放在水里面去吓唬麦琪 麦琪看到它以后一定会以为是鲨鱼过来攻击它 不不不不不不 那是什么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普通的鱼类 难道是鲨鱼吗 它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河里面 这个河里面为什么会有鲨鱼呢 而且它在不停的攻击我 Oh我的妈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个鲨鱼是迷路了吗 它为什么会攻击我呢 这一切看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还是不要在水里待着吧 以免发生危险 算了 我还是回到岸上去吧 哎呀 胆小这个小家伙 这样简陋的恶作剧都可以吓唬麦琪 这个河里面怎么会有鲨鱼呢 看来 这个恶作剧也就只能吓唬一下麦琪了 以麦琪的智商 确实有可能会想不到 这个东西会是恶作剧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肯定不会轻松的放过麦琪 简单的恶作剧根本不是我的目的 我要制作一个更大的陷阱 越大的陷阱制作起来 我越越兴奋 别忘了 我可是我的世界当中的陷阱王 现在我在瀑布下面的洞穴里面 放了很多的钻石 为了让麦琪可以看到这些钻石 不要阻断河流的上面 这样的话 麦琪就可以看到瀑布后面 山洞里面的钻石 当麦琪进去拿钻石的时候 我再打开闸口 麦琪就会被洪水淹没 瀑布即将会消失 然后洞穴的门即将会被打开 这一切正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麦琪也即将看到 我精心为他设置的钻石陷阱 我的妈呀 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瀑布怎么没了 后面为什么有一个山洞 等等 我好像看到了山洞里面 有很多的蓝宝石 我的天哪 这就是传说中的山体宝藏吗 今天真的让我给发现了 这可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我得赶紧收入囊中 哈哈哈哈 麦琪这个家伙已经上当了 是时候该放开小溪的闸口了 小溪顺着这里流下去 会重新形成瀑布 这一切都是最好安排 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钻石 哦不不不 这个瀑布怎么突然又出现了 一下子把我冲到了河里面 我差点被淹死在这里 我得赶紧上岸 Oh my God 这果然 大自然的宝藏不是那么随意拿的 这个一切简直太恐怖了 我差一点淹死在那条河里面 好吧 是时候该回去休息一下了 我现在整个脑袋都是晕晕的 我不想我的小命搭在这里 所以我要先睡一觉 哈喽啊朋友们 经过刚才那一个瀑布陷阱 麦琪现在已经累得睡着了 这时候我要给麦琪制作最后一个陷阱 再来这里的路上 我准备了很多的肥肉 这些肥肉我沿着山体摆了一条直线 希望这些红肉 可以吸引过来更多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可以顺着这些鲜肉 顺利的找到麦琪 麦琪一定会被我送给他的这个礼物 会大吃一惊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敬请期待 下一次麦琪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等等等等 在远处的山上 我好像看到了三条黑色的动物 那看起来更像是狼 黑色皮毛的狼 很显然 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了 我给扔在地上的红肉 不敢想象三只恶狼 看到这些新鲜红肉 会有多么激动 他们正在啃食地上的鲜肉 并且沿着我设置的方向 继续向前前前进 前面就是麦琪的住所 当麦琪看到他们的那一刻 也许会开心的叫跳起来吧 哦 我的天呐 步步步哪里来的狼群 这简直太恐怖了 野外的世界真是无法预料 正在我睡觉的过程当中 既然有这么多的狼 跑到了我的住宿 我必须保持冷静 很显然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看到了地下有很多食物 也许我可以把这些食物 抛在远的地方 这些狼群将会离开我这里 我的天呐 刚才真是惊心动魄 差一点我就被这群狼给吃掉了 好吧 既然赶走了狼群 那我就要继续休息了 到目前为止 麦琪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天马山就要亮起来了 麦琪这个家伙 竟然睡得这么香 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在野外能睡得这么香的人 也就只有麦琪了 最后一个恶作剧 我要送给麦琪 我把麦琪放在这条小溪里面 小溪最后会流向大海 麦琪躺在一颗树木棍上面 它可以成功地漂浮在小溪上面 如果麦琪不没有及时醒来的话 那麦琪即将通向大海 这一切都将由麦琪自己决定 如果他醒了 他可以及时地制止 如果他醒不了 那他就前往大海 与大海亲密接触了 很显然麦琪并没有睡醒 而且在这一条木棍上睡了一天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梦吗 这是哪里 我的天哪 我睡在一个木棍上 我的身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水 不好不好 我掉到了水里面 这个水怎么有一点点的咸 不会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海 我只在梦里见过这样的大海 我怎么漂到了大海里面 这看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还好我身边有一条木棍 也许现在只有它可以帮助我回到我们的村庄 我这是在哪里 周围怎么这么黑 为什么我变成了合成台 铁柱又在哪 郡哥是你吗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我的身体里空空的 天哪 铁柱你变成了一个箱子人 郡哥你也变成了一个合成台人 这也太奇怪了 郡哥我们现在在哪 我们好像是在一家家具店里 这里太无聊了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好的郡哥 但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先别管这些了 铁柱我现在可以直接合成物品 而你可以装好多东西 这难道不就是超能力吗 郡哥我们回家干什么 当然是拿上所有钱出去玩了 现在你是一个箱子 所有的钱都可以装在你的身体里 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保险柜 我感觉我有点太重了 不过我还能拿 铁柱赶快过来 这是一家汽车营销店 我们要买一辆超级跑车 我们以后都不需要用脚走路了 太好了郡哥 赶快挑一辆吧 这些珠宝实在太重了 我再也不想走路了 老板赶快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店里的车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贵的 您想要什么样的车我们都有 但是您身上有足够的钱付账吗 只管介绍就行 看到我的朋友了吗 他要是想你这个店 他都能买下来 那你们就来这边看看吧 这辆车怎么样 独家销售 别的地方可看不见 还有这辆车全钻车身 净显富贵气息 儒家销售太丑 全钻车身太锁 还有没有更好的呀 这样的话 这边这辆超级跑车怎么样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辆的红色超级跑车 如果没有更好的话 那就先来这辆红色跑车吧 太好了 我马上就把车钥匙给您拿过来 郡哥这辆车也太好了 真的要买这辆车吗 当然是真的铁柱 你看我们两个如今都拥有了超能力 这些钱以后还不是轻松赚到什么 这就是车钥匙 祝您二位一路顺风 上车把铁柱系好安全带 兜风的时间到了 郡哥这辆车也太棒了 不亏是超级跑车 不好郡哥前面有个坑 什么情况 竟然有一个深坑 现在我们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这个裂缝比较短 我们一跳就能跳过去了 但是车就不能过了 我有一个办法 我现在可是合成台 只要造一把斧子出来坦树 这样我们就能自己造一座桥了 太好了郡哥 这样我们也不用在这里设置障碍物 阻止后面来的车了 当然我会造一座世界上最好的桥 车辆走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 怎么样这座桥不错吧 郡哥你真是太厉害了 现在所有人都能过这座桥了 正好经过这件事我得做些防具 这样就算出了车祸也不至于受伤 好了我们也不要堵在路上了 赶快继续出发进行我们旅行吧 快看铁柱 一个无人村 地里的庄稼都好好的 村民却都不见了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不好了铁柱是强大 看来是他们赶走了村民 现在他们还想干掉我 我们不能坐以待避 必须反击 可是郡哥他们人太多了 我们根本打不过呀 铁柱赶快把你身体里的宝石全扔出去 这次抢劫赚大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箱子 一个合成台身上有这么多宝石 现在所有的宝石都是我们的 铁柱他们终于走了 我们安全了 我们应该一开始就逃跑 郡哥我们的宝石全被他们抢走了 我们之后该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报仇 我们现在先找到这些强盗的家 铁柱看就是这了 那些强盗就住在这里 现在他们都在房子里休息 而我们就可以在外面给他们来拨打 这些箱子里面竟然有火 这下有他们好看的 郡哥这些难道是他们用来抢劫的火 这下他们是自作自受 铁柱快趴下 小心不要被发现 好的郡哥找到了沙子 果然是他们制作炸药剩下的沙子 这下可以被我们拿来用 太好了郡哥赶快制作TNT了 铁柱你拿着这些 我们把这个房子直接用TNT围起来 让这些强盗为他们的行为后悔吧 别着急铁柱 我们还有最后一步没做 我得潜入他们的房子一趟 我们的财宝可不能和他们一起上天 而且这些傻蛋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合成台是一个人 看什么看没看过合成台啊 黑黑一群傻蛋 回来抱我的黄金 回来抱我的钻石 现在该是他们上西天的时候了 这么多的TNT全都送给你们 郡哥赶快引爆吧 我等不及要看大烟花了 铁柱我们赶快跑远点 要爆炸了 真是一场绚丽的烟花呀 太好看了郡哥 叫他们抢我们的财宝 这下上天了吧 好像还有强盗活下来了 我们必须去捕刀 哈哈结束了 铁柱我身上太重了 赶快过来发挥你箱子的作物 那郡哥我要低着头走路了 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我箱子里全是宝石了 真是个好主意铁柱 我们现在赶快回村子里看看吧 铁柱你快看村民们都回来了 看来他们知道我们击败了强盗 现在没人会袭击这个村庄了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下面插播一则特殊报道 近日在凡村有一群身着粉色连体服的人 请所有村民提高警惕 今天最好不要出门 哎呦什么情况啊 你是谁快出去 哎呀救命啊 哈哈哈哈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现在整个村庄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我劝你们所有人赶紧投降 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手段 从现在开始 你们所有人都要遵守规则 否则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天哪什么情况 麦琪麦琪 你在干什么呀 麦琪你刚才有看新闻吗 听说现在隔壁村子已经被一群奇怪的人控制起来了 是的 我刚才看到了 所以我才来你家找你 我们必须得要做点什么 否则我们将要到那领头 麦琪你说的对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对抗那一群组织呢 你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我没什么计划 但不过我有一个想法 我记得我们村子在很久以前村长带领村民们建造过一个地下避难所 我想是时候该派出用场了 我们走吧 不过那个避难所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不知道里面变成了什么样子 走吧 我们已经到了 现在就让我们下去看看这个 所以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还没有去到布啊 看起来还不错 这里整体全部都有铁方块建造而成 里面只有一些蜘蛛网而已 我们躲在这里应该就不怕那一群监管了 你说的对这个避难所我很喜欢 现在就让我们将它打扫一下变成适合居住的样子吧 好啊 只不过可能会有一点辛苦 毕竟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 好了经历两个半小时的努力之后 这里终于清理干净了 现在我们开始将这里建造一下吧 好啊 姐姐我们往村子里面安装一些摄像头怎么样 这样就能实时观察村庄的动态了 好啊 那你把摄像头都给我吧 我手脚比较灵活 我出去安装你就留在这里继续打造避难所 好的我们就这样吧 分工合作 现在我要去到地面上开始安装摄像头了 在那群监管者还没抵达我们村庄之前我要尽快完成 我要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全部安装上 它们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装完成之后 我需要尽快回到避难所里面 我要看看麦琪现在工作的怎么样了 哦 麦琪你建造了一个餐厅跟卧室看起来真棒啊 而且这里还放了超多的保险柜 姐姐我建造的还不错吧 是的 看起来还不错 希望那群入侵者不要来得太快 这样我们就还有时间继续打造 好了 现在一切已经完成 我们这里非常适合居住 是的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居住期待 非常舒适的避难所 我们待在这里应该不会遇到危险 因为这里条件都非常齐全 而且又安全 现在我们什么都用 是的 不过为了防止我们待在这里无聊 我还要另外增加两台电脑 这样不仅可以玩游戏 还能用它来连接村庄的监控录像 你说的对 节节节节快醒醒 不要再睡了 由于游戏的守卫来了 什么麦奇你在说梦话吗 不是的 你睡过头了 赶紧起来就在几分钟前 那群守卫已经抵达我们村庄 你快看摄像机 好吧 现在让我来看看 我的天哪 他们站满了整个村庄实在是太恐怕 而且我们村子的村民都不知道去哪里 我今天看到我们村子的村民已经被他们关进笼子里 是吗 我要切换摄像头去看一下 我弟天啊 果然这群村民全部被他们抓了起来 还好他们都还活着 现在我们村庄的情况非常糟糕 这群守卫都全副装守在我们村庄上 姐姐我想现在我们是时候发行动 你说的对 现在我们就穿上套装出发吧 记得要拿上这些武器 现在我要出去拯救我们村子 麦奇我一个人先出去看看情况 你留守在我们的避难所 好的没问题 注意安全 好的再见麦奇 现在我就要上去看看究竟是怎么的情况 我已经上来了 再看我们的村子已经全部被包围了 村庄也被这群守卫给破坏掉了 我们的房子都在着火 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群畜生的 很好 现在就让我来偷袭偷袭一下 漂亮我成功干掉了几个 他们的武器没有我的武器努力 虽然我是一个人 但目前来说他们打不过我 快来让你们这群傻逼来抓我呀 不得不说他们的数量还真是多呀 前面有一个水池看来我得好好利用一下 只要他们掉下去 或许就能限制他们的行动 很好看得漂亮 他们现在已经按照我的计划全部掉入了水中 果然泡在水里的他们战斗力大大缩减 你们都给我受死吧 居然敢来侵略我的村子真是不知死 好了将这群干掉之后 我要将目标放入下一群 毕竟他们的数量可远远不止这一点快来 你们这群守卫 你想把我们全部装饰 当你们的傀儡想都不要想我是不会屈服 你们最好乖乖全部束手就擒撤离我们的村庄 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们这群傻逼的 很好 又消灭了一群 接下来我要处理一些漏网之鱼 我要将他们全部都干掉 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我们村子与水火之中 他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大半 相信很快就能清理干净了 还剩这两个东西再坚持一下 我很快就能将村庄从这场灾难中解救出来 那两个守卫已经被我干掉了 太好了 我们的村庄终于安全了 这些村民也安全了 今天我真是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还好麦琪没有跟着出来 否则他只会脱后腿 现在我事事后该去通知麦琪这个好消息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带领大家 重建我们的村庄 解住你觉得在沙漠里生活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就不该来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老家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气候宜人 而这个沙漠实在太热了 但是我们早就说好要挑战在沙漠生存的 好吧那我们先去找水吧 我都快渴死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里是空的 我听村民说这里一直都有水 那为什么现在一滴水也没有 这太奇怪了 你说的对俊哥 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有没有可能村民们把水喝光了 也有可能是水直接消失了 怎么突然地震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俊哥 快看铁柱 村民们也惊慌失措了 他们都躲到房子里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些不对劲俊哥 我们要不要也赌一赌 天哪地面塌陷出了一个巨大坑洞 是沙子掉下去 底下有一个大洞 铁柱你跑哪去了 俊哥我在井里 搞什么鬼你怎么跑到下面去的 我很害怕决定躲到下面去 快上来我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看这个坑洞嘛 看起来好像一个陨石坑 小心点俊哥 千万不能掉下去吧 铁柱也许应该离开这里 另选一个新地方挑战沙漠生存 我也赞同你的观点 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那我马上就去网上订购汽车票 俊哥记得给我们的座位买在一起 我可不想和陌生人坐一起 怎么这样 铁柱所有车票全都卖完了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 难道我们出不去了 可能需要等一等才能买到票 快看外面俊哥 所有的村民都买了车票 他们都去坐公共汽车了 他们都在逃离这里 而我们被留在这里 俊哥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好又开始摇晃了 我也不知道 但房子可能会被震弹 我们必须先出去再说 那我们出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看那俊哥 天哪房子竟然沉到地下去 这太危险了 房子被沙子吞没了 简直就像沙子下面 有一张巨口在吃 这里不能再待下去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但是我们能去哪 这里什么都没有 村子里好像有瞭望塔 我们可以爬上瞭望塔 站得高看的雨 也许我们能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希望瞭望塔 不会像房子一样 被沙子吃掉 看那边俊哥 那些颗粒是什么 太奇怪了 简直就像有东西 在沙子底下发动 我讨厌这种东西 他朝着村子过来 天哪好大 俊哥这是一条巨大的蠕蟲 是沙虫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沙虫在地下挖的隧道 就是村子毁灭的人群 是公交车的了 是 俊哥公交车站 有公交车了 我们有机会离开这里 没错 铁柱 在沙虫来之前 我们赶快走 如果我们跑慢 可能就要留在沙漠里 陪沙虫 我们必须赶上公交 哎呀 俊哥我抢住了 什么铁柱你给你啊 俊哥快救你 我的腿现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什么你踩到流沙了 千万不要乱动 越动陷得越快 完了我不能靠近你啊 否则我们都会陷进去 可恶我的棍子不够长 还有什么办法能救铁柱呢 可恶公交车也走了 俊哥沙子已经没过我的腿 铁柱你撑住我有办法了 我已经一动不动了 俊哥我可能坚持不下去 我找到魔法鞋了 我可以踩在流沙上救你 俊哥救救我 可恶铁柱我来得太晚了 我要把你挖出来 铁柱你在哪 我怎样才能找到你 怎么都找不到 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铁柱 我发誓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沙虫你给我等着 我会找到你 然后击败你 那个怪物在我的村子下面钻洞 那这个塌陷的巨坑 一定能通往沙虫的老家 铁柱我一定会干掉沙虫的 看来沙虫在这里过得很好 地下全都是它走过石洼的人 只要找到它同向哪里 天呐 这条沙虫实在太大了 挖出来的隧道都这么难 那个怪物在村子地下打了这么多 它在寻找什么东西 等一下好像有什么动静 我听到沙虫在隧道里爬的声音 我感觉我离得非常紧 可恶的蠕虫 不管你在哪我都会找到 我一定会为铁柱报仇 竟然是一个岩浆虫 这可比流沙还要糟糕 这下我该怎么过去呢 返回去换一条路呢 糟糕又开始震动 有方块掉到岩浆池了 等一下这不就是天然的跑步地图吗 看来运气在我这边 我得小心不能掉进去 还好我伸手运气 是一个十字路口 接下来我该去哪 什么沙虫竟然在这里 我得赶快躲起来 天哪 这个沙虫占据了整个岁 离近点看这个沙虫真的是太大 让我看看这边通向哪里 我应该怎么才能打赖这个怪物 这些难道是沙虫吗 这也太大 要是它们都孵化出来 这里就是沙虫的论 俊哥你怎么在这 天哪 铁柱你还活着 没错我还活着 沙子底下是空的 我很幸运的活下来了 太好了 铁柱我还以为我失去了我最好 哈哈 俊哥我负大命大 那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需要毁掉这些卵 好嘞 俊哥拿上这些 我们把这里炸个金光 你来了快跑 超级棒的爆炸 超级棒的爆炸 这下就没有小沙虫 曹高是沙虫 他对震动给染制和命 爆炸吸引了他 我们现在该走 前面有个路口 我们缤分两步 太好了 我们成功 我们没时间休息 马上上去才是最整理 终于出来了 我们都活下来了 太棒了 糟糕 沙虫又过来了 铁柱我有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挖一条 从大河到隧道的路 然后将水灌进隧道 水会进入隧道 然后淹死沙虫 感觉能行 我们赶快干起来吧 马上就搞定它 路已经挖好了 现在就是炸开大坝 然后让水冲进隧道 俊哥开始吧 好 我马上点燃它们 中了 我们赶快离远一点 真是一场大爆炸 水来了 它沿着我们挖好的河道过去 太好了虫子逃不掉了 我们一定能够击败那个怪物 水冲满了隧道 它能击败沙虫吗 哈哈沙虫倒下了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再也没有虫子了 我听到这边有水声 俊哥井里有水了 太好了 村民们都可以回 我们胜利了 大家好 我是石头哥 今天我跟狗蛋将来到警察局体验一天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帮助所有的村民做秩序的守护者 突然狗蛋从更衣室里面穿了一套超人制服出来 是的石头哥 我想咱们村庄也确实需要一位超级英雄 狗蛋我们不是要做超人 什么石头哥 我还以为你今天叫我过来是做超人的呢 虽然你的超级英雄服饰挺好看 但是我们今天要成为一名维护秩序的警察 所以还是让我们去把制服穿上好吗 打开这个箱子取出穿上 现在感觉我们是不是超酷的 狗蛋接下来你跟着我了解一下警察局的情况 二楼就是拘留室的所在 如果有村民出现违法情况 那么就会被关押在这里面 没有任何人可以从这里逃出去 好的石头哥 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罪犯抓到 然后送进监狱 没错的狗蛋 你领悟的这么快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中午了 狗蛋我们先去吃饭吧 就在我跟狗蛋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突然电视上的新闻响起 一个危险的罪犯在我的世界中 最大的监狱逃了出来 并且还抢劫了一家银行 异常的危险 如果还没有正义的警察出来阻止他 那么他将会把所有的钱带走 狗蛋我们的任务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犯 所以我们得赶紧回去把武器带上 接下来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挑战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全服武装 今天必须把越狱的罪犯逮捕 很快我跟狗蛋就乘坐警车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一次的强盗身上携带着容器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首先往银行里面先扔个烟雾弹 好了爆炸结束狗蛋我们赶紧进去吧 哈哈哈哈 我们就像特种部队突袭一样 里面的人快举起手来 什么 狗蛋等等 这个是银行的老板 完了 我们好像来晚了 罪犯已经逃离了现场 狗蛋快点快点 现在他肯定还没有走远 得赶紧追上他 现在我们分头行动 我会回到警察局乘坐直升机 从天上观察墙到逃跑的路线 狗蛋你在后面追捕罪犯 我们相互配合一定可以把他给逮捕 很快我跟狗蛋就在森林里发现了逃跑的劫匪 狗蛋拿着枪在后面一直追逐着他 我利用无线电跟狗蛋提供罪犯逃跑的路线 狗蛋加油啊 罪犯就在你的前面 很快狗蛋追逐到了罪犯并且朝他开了一枪 石头哥我做到了 哈哈哈哈 最后终于在我跟狗蛋的努力下 把罪犯逮捕回到了监狱 接下来我们会逮捕更多的罪犯来保卫城市的安全 今天又是惊险刺激的一天 你家和我家在干什么呢 原来想制作铁傀儡 这个村民则是阻止他们制造拿走南瓜头 那么这样子就没法制造出来 可把他们气得凹叫 杰杰和麦奇想去凑热闹 但觉得没意思 所以为了整蛊他们两人决定进入铁傀儡的身体里面等待他们的到来 然后就芝麻开门 铁傀儡的大门就打开了 麦奇先进去杰杰再进去 两人居然能站在里面 然后在芝麻关门 好在他们成功拿回南瓜头 然后直接放上去瞬间变出了全新的铁傀儡 他有两种肤色左边红右边绿 可把他们惊呆了 然后开始命令铁傀儡 麦奇和杰杰选择听他们的话去追赶刚刚那个村民给他一点教训 看看他还不敢乱偷别人的南瓜 杰杰和麦奇说干就干 一路追着这个村民到处跑 可把他吓尿了 说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直接追到河流 他就停了下来 村民也知道自己错了 一直在道歉 说只要不干他什么都可以愿意做 这下就好完了 杰杰和麦奇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工具 首先为他们挖出一个坑来 具体要干什么还不能告诉你 村民只好照办 首先来到这个空地直接挖出一个坑 挖的还不够深 一直让他挖 他就跑到地底下了 这个时候再让他倒入大量的岩浆 再把中间放上泥土 最后就是自己跳到上面去 好好的待在上面不能走 可把村民惊呆了 这不是让他体验尿不湿都来不湿是吗 然后叫他乖乖的站在这里别动 大喊大叫求救帮忙就可以了 然后说完控制铁傀儡来到这边告诉他们已经刚刚那个村民 你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然后来到这一边村民就开始演戏了 可把他们乐坏了 然后接着下一个阶段就是把他们全部投入岩浆体验感觉 就问你们好不好玩 可惜并不能让他们隔屁 因为他们会自己上来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抱怨铁傀儡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正在生气了 所以必须赶紧跑路 他们拿着弓箭疯狂射结结卖机的菊花 能是被打得凹降 真好 一路狂奔来到这一边 他们才没追 所以决定再次整补他们一次 首先来到这个房子里面 结果进不去 所以只能破窗而入 来到里面寻找有用的道具 这里有一些蜘蛛网直接将它吃进去 那么就能改变铁傀儡的肤色变回原样 这样的他们就无法识别出之前他们打造出来的铁傀儡 然后再把这些铁块道具统统打包袋子 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制造更多的铁傀儡来破坏他们的村庄 决定制造更多的铁傀儡进行混水摸鱼 因为这样子就不会被他们给发现 弄好剥后只需要傻乎乎的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大白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就来了左看右看 都没有看到他们之前看到的铁傀儡 而是选择在这里找一个铁傀儡做他们的保镖 所以这次就得主动出击 问他们愿不愿意让自己做他们的保安 没想到他们命令杰杰和麦琪去干掉这些蜘蛛精 那么就简简单单 必须要做的有模有样 直接将蜘蛛精给干掉了 他们决定收杰杰和麦琪为他们的保安 那么这下取得他们的信任 又可以接着整骨他们了 首先跟着他们一路回到家里 他们就开始用鹅卵石围堵自己的房子 防止铁傀儡回来 殊不知铁傀儡就在他们身边 杰杰和麦琪控制铁傀儡来到房子后面挖一个洞 这个洞只要足够深 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掉进去 看到没 他们还在填充鹅卵石 一不小心狡猾就有可能掉进去 毕竟这个洞这么深 他们要如何出来试试问题 所以请求铁傀儡能否帮个忙 这个时候肯定要帮他们 首先制造一堆的梯子 然后丢进去 先取得他们的第二次信任 然后再把外面的臭水勾给流进去 让他们体验尿不湿都来不及湿的感觉 所以必须将河流给堵起来 那么他们又会掉进去 这个时候又恳请铁傀儡留一点鹅卵石 让他们进行跌罗汗 当然不能帮助他们 而是命令这只蜘蛛精跳进去去干他俩 可把他两下的尿布湿差点死了 只好又跑回洞里去 结果鹅卵石又被破坏掉了 先让他俩进行干架 然后去透于安装天帖 史蒂夫也在这 为了打消他们的念头 这个任务就交给史蒂夫去点燃 然后他就引爆天帖 瞬间掉进去 直接将他俩给炸得粉身碎骨 然后叫史蒂夫赶紧走吧 不然纸尿裤都保不住你 由于他们已经隔屁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不会出现这个时候 就可以做好防范措施了 毕竟他俩一定会杀毁了 所以必须要布置一些防御 来抵抗他们的入侵 先将他们的防盗网全部拿出来 然后再加个楼层 全部弄好过后就能看到他俩上线了 身穿铁盔甲手拿大铁剑 可把杰杰麦气吓尿了 毕竟这样子干不过他们 只好束手投降 从铁傀儡的身体走出来 告诉他们是自己人 求求他们放股 毕竟这只是整骨的恶作剧 吓得麦气直接跑路了